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乐侯最表态,我是小宇 哈喽大家好,我是穆斯 那么按照我们节目惯例,我们先从risk check开始吧 那么我今天带的是这个农家像树 之前你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 又来看农家像树 但是那个是黑色的版本,我带的就是全红的版本 红的很帅 你带的是什么 我今天带的是seiko,tuna潜水表 我看这个是一个太阳能的 对,因为我觉得说自动的嘛 有的时候表太多带不过来 太阳能的其实你想比较精准 然后也不用去担心它走时的问题 非常方便 对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言归正传了 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飞行表 那么提到飞行表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万国的这个马克系列 或者百年龄啊,还有真理石的大飞 很少有人会把这个个性张扬的飞行表 和宝鸡这种传统内敛的拍子也放在一起 对吧 那么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宝鸡也有自己的飞行表 那么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块表 那么它也是 不能说是历史了 因为毕竟这个牌子不是宝鸡自己 就是设计出来的嘛 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 对对对 那么呢就说故事吧 那么还是按老规矩 老粉先来给大家讲讲故事 其实宝鸡制作这个飞行表最早最早呢 是要追溯到50年代初 那个时候二战之后嘛 法国这个空军想为这个本国的这个空 就是飞行员定制一批带有非反计时的这个手表 那么他们想把这个整个project命名为这个type 20 其实呢那个时候最早是有五家表厂都接了这份订单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宝鸡和这个天梭 那么其实呢 当时法国空军有着严格的这个要求啊 他的这个给他们的订单要求里面 包括了很多就是说制式化的东西 比如说表径必须在38毫米以上 嗯对吧 然后呢他一定要有双向旋转的表权 一定要有非反计时功能 嗯 每日误差必须得在8秒以内 嗯 当时8秒是很厉害的 就是现在可能这个精准度算一般吧 它的动力储存也还是很OK的 对动力储存它要求必须是在35小时以上 嗯 在五几年那个标准其实是很高的 那么在这些表场当中呢 就是说宝鸡可以说是里面的佼佼者了吗 而且宝鸡也是唯一一家 就是说一直到现在还在制作这个type 20这个表款的 嗯 那么我们现代的这个type 20表款 是从1995年开始生产的 嗯 当时的编号是多少 叫3800 3800 嗯 那么那一代宝鸡就是这个3800 Type 20 它的表径还是比较小的 只有39毫米 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的 嗯 后来就是到04年 索沃奇集团收购了宝鸡之后 它推出了一个叫type 21 嗯 就是编号是多少 3810 对 3810的这款 也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表 明显帅了很多 对 确实是帅了很多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type 21 它真的不是只是变大了 比起那个type 20 它整体的 有很多的这个 对 它整体的做工看起来也非常不错 而且其实你看这个侧面它这种拉丝和抛光这种两种工艺的结合是非常OK的 最逗的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飞行表 测过来看里面还有宝鸡这种传统的钱币文 可还行 保留了宝鸡的传统 所以说宝鸡的一些经典元素还有整个type系列的经典元素在出款表上也是一应俱全 我们看灰色的表盘对吧 跟以前黑色的不一样 确实是 白色的夜光数字非常的帅气 不过有一说一啊 这个你不妨拧一下这个表的表圈 我拧拧 非常的拉滑 就跟同级别的品牌比起来 真的是感觉有点卡顿的 是是有一点点 那我们就忽略这一点了 给大家聊一下机芯吧 机芯方面呢 这款表用的是caliber 584 这款机芯其实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它用的是Lamania的1350机芯 那么这款机芯呢 是等于说是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用在很多的这个品牌上 包括像Omega 包括像Juar Paragox 直播 它也是用了这款机芯 那么但是呢 Lamania整个表场后来被这个Swatch集团给收购了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1350Lamania机芯是特供给宝机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in-house的机芯呢 虽然它其实以前是用在很多不一样的品牌上 那么说真的 我自己也特别喜欢飞行员表 之前也种草过真理石的这个青铜大飞 但是呢今天看了这个表之后呢 还是有一点点种草的哈 主要来说呢是价格 只有一点点吗 只有一点点吗 只有一点 特别种草 主要是因为价格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区间内啊 你看是一线品牌 然后呢又有这个非反计时的这种功能 这个Lamania的机芯啊 这些都非常香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为什么 你懂的 这个表是什么 是钢的 对了 那么运动表呢 加钢材质的 我觉得非常是 是我的这种type 而且还是皮带的 太懂我了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在极佳的那一期 也跟大家聊过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 就现在的流行趋势来讲的话 42毫米啊 43毫米这种表径 真的是男人的黄金尺寸 你这个可就片名了啊 好了 那么按照我们节目惯例呢 我们每周都会分享一些真假的小tips 这周应该还有吧 那这周肯定有呀 对吧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首先 这个Lamania基金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它没有拔针停了 这个功能 如果呢 你看你朋友有这块表 一拔出来 咔 停了 那就说明什么呀 假的 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非反计时了 这个非反计时其实挺难做的 一般假表是做不出来的 那么这个表还有一个特点 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特写 就是它这个12点钟位置 它这个 有两根针 对 是两根针 一旦启动计时了之后呢 它这个上面的这根针呢 就是秒针的嘛 计时的 计秒的 那么下面这根针呢 就是几分钟的了 它其实是两个针这样 上下重叠在一起 而不是一个针 大家不要误会成J针计时 对 这个不是J针计时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更新到这里 还没有关注我们评测的小伙伴们 记得把下面这个subscribe点一下 那么我们的Instagram 每周会为大家更新的 大家记得来关注 记得来点赞 小红树也一样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需要你的点赞 需要你的收藏 需要你的关注 那么还是跟以前一样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私信我们 或者给我们留言 我们一定会及时回复的 我们现在呢 还有微信群了 乐和family 对不对 大家可以私信我们 就可以获得二维码了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那么下周同一时间 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 不见不散 拜拜